跑完了跟 正在跑還有還沒丟的 弄不出來 那我還沒丟的 我覺得這樣的目的是要去做PSO 對不對 不管PSO還是最後的那個Machure Learning 和MD 都一定要有 合理的Reference Data 因為你要繼續幫你學習 你一定要有合理的東西讓他學習 就給他壞的東西 也許不然就壞了結果 對,所以 因為現在 那我必要挑戰的是10元 那 你等時間全部弄好要很久 你再來跑PSO 然後突然發現某一個結構 沒有弄出來 這就是有點 對,所以你最好先走完一個流程 就是說你先拿一個二元的 來用你現在撒Gum的 層次先撒出去 然後先用PSO弄一個二元的看看 喔... 但是他同時也要用 他全數的合金的二元 才可以自殺 就不能只有考慮一個二元 原來自從Test Step 現在等到QE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要先從QE 把所有二元的... 不是所有二元啊 你選一個特定二元的啦 先弄一個PSO出來啦 對,這樣一個程度也可以弄 可以啊,假設我們現在先要... 我們要研究一個二元合金 但是找不到 potential function 我們還是要必定啊 所以就是先用二元的 對啊,只不過 懷疑你現在做的東西是 你這個系統兩兩二元 他都可以模擬 而且文獻中找不到這個東西啊 嗯... 所以... 你不知道已經可以走通喔 因為你走過一輪了 嗯... 啊,招續了 現在我們都沒有QE啦 也要用Cast Step 因為Cast Step真的太久了 嗯... 因為QE他寫了喔 就幾乎就是input的話 你就得到答案了 不然你去看一下Cast Step那個設定 我們有十個參注喔 好麻煩喔 嗯... 啊Cast Step現在以前要收費 現在... 現在收費之後 保護人家 現在又太放免費了 對 可是他也是... 不過他也太麻煩了 他要算很久了 他也是要用MSG 然後再給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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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遇到一些小問題 就是... 我的... 鐵的... 那個... 他沒有金碳號耶 他的... Portal Energy 沒有金碳號 他... 他... 很多種... 一樣的東西 啊... 他也沒有那個... 那個... Position 就... 我就沒有辦法產生... Leta檔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就... 他都沒有... Position 出來 他就只有... 一堆一樣的這種東西 沒有Position 沒有用的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沒有Position 就只有一堆一樣這個... 這個... 這個... 酸出來的 是每一個都這樣嗎 沒有 只有鐵 蛤... 只有鐵會長這樣 其他...其他有 其他的會有 其他...其他有 沒寫出來都是刀殺的 啊...沒有... 這單元舒服 對啊...這個就有... 這個就有... 啊...但鐵的就沒有 這下面全都一樣 就是... 但他跑很多部 你這是OPP嗎 對啊 啊... 他最後一個有偷臉嗎 看一下 那兩百 嗯... 你設定是不是最高就跑兩百 我沒有...他...我用他內建的 就是他沒有...沒有設 還是要再跑... 那個兩百不是...不是他的... 不是... S-C-F 啊... 對... 他...如果照理說... 他...那個... N-STEP設定一百 他會有一百個套到一百 然後...我現在叫他就是... 設... N-STEP的一百 然後看他會不會有一百個 來...大家... 這個... QE... 其實... Optimate...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要怎樣 先跑SCF SCF在做什麼 我上課一直講 他會把... 這個... 遠處的遠處 旁邊的墊子 他最穩定的Metal Wave 給找出來 然後兩個崩在一起 是不是要束縮可力圈 他這個束縮可力圈 到底... 要怎麼去累加 他有... 累加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他要... 類似用一個經驗的方法弄啊 但是不一定是最低大的 所以他還要再去更改這個波函數 稍微微調 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計算 那我們講嘛 事實只有一個嘛 你越疊代越... 答案... 真正的... 這個... 這個波函數就越接近正值的波函數嘛 到某一天 你發現用這個波函數去算Premium Energy 他應該就算Premium Energy或是能量吧 你疊在200字跟199字的差距 已經小於你設定的標準 他就會跳出來 啊現在有沒有小於你設定的標準 第200部 看一下... 那我的衣服有改過 現在的... 現在的不是原本的啊 你是改了NSTEP的嗎 我改回來 對啊 原本是這樣 那你NSTEP的你改了嗎 有啊有啊真的 那你還沒跑NSTEP的 你第一個都沒有周鍊 第一個波函數周鍊的 他就會用波函數去算你每一顆月什麼的力量 你有的力量 他就會跟LAMS裡面的CG Mini Miles一樣 會去幫你稍微移動 讓你去... 力量慢慢降低 你新移動位置之後 波函數是不是改變了 他又要從你還沒移動前的波函數 慢慢的... 用外插跟內插的方式 去找一個比較逼近 你新位置的波函數 但是他是用拆的喔 但是拆有一個... 就是你上一個 位置還沒移動前的波函數 然後再進行第二次的SCF 你知道嗎 新位置的SCF 一直去微調 微調到... 你算出來的能量 比如說你疊在105次跟104次 波函數算出來能量 小於你設定的誤差值 他就表示 找到新的波函數 他又要去... 用這個... 波函數去算每一顆原子的力量 又要再移到下一個位置 再置每一顆原子的力量 如果是區域一直0 他就不移動 他認為這個系統 力量都大到最低 他就很照出來 這是整個... 喔 不管什麼量子力學的RUD 都是這樣來搞的 所以招去現在是... 你初始位置的波函數都沒算出來 喔... 因為你最大是200步 你是不是算200 對不對 你看...200 然後... 你這個... conversion的... 排第一眼是10的-6吧 所以你有沒有... 你現在是多少 欸... 這個都沒有改 剛好在這邊改 喔... 那應該是只有... 對...你有沒有小於10的-6 對...你有沒有小於10的-6 對...你看... 2295 完全沒有卡RUD 有沒有看到 表示你初始位置... 丟進去... 你的波函數根本就沒有... 第一... 你初始位置的波函數都沒找到 因為你只限制他最多跑到200 200 200 所以你看你現在的... 你現在的... 27.76 你尋找不到200 然後針對你這個波瓦數算每一顆原子的力量 啊力量怕的你當然要先要要 minimize 就這樣嘛 你一看你的Lens裡面的minimize 你的系統能量會越降越低 那是因為 它把力量大了 它移到力量減小的方向 就把能量吃放出來 就越來越穩定啦 好 再加一個它就移到新的位置 還是力量應該會越來越低 這就是最後啊 就 力量就很低啊 它認為你這個系統是最穩定的狀態 然後壓力也應該是你設定的狀態 壓力 對 你壓力適合是0.50 看一下 好 力量 好 好 力量 好 力量 有啊 力量 好 好 這個壓力其實它也有一個限定的 範圍啊 對 那邊是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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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0.50其實很距離於0 因為它裡面是8 所以0.50 你也可以有 它最後不會到0啊 不會那麼正好是0 就是會在自己 會到你容許的 你容許的標準啊 對不對 它在 到成績很好的部分都去 好 最低到9.50 2.安 我都不覺得 一般都會猜 哇 我覺得每次給我成績 我的心臟都要做得好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你那個設定可能有問題喔 是不是你進去的印 你注意看 你丟的是 你剛剛那個沒收印 是什麼材料 鐵 鐵吧 嗯 然後 你這邊有鐵的嘛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一個鐵原子 旁邊的墊子 它的Metal Wave其實就是這個 UTF的程度搞出來的 嗯 它裡面弄出來 就可以預測一個 幾個結構自然狀態下 最低劑於鐵 你今天喔 給它一個結構跟自然狀態的鐵 差的非常非常遠 就會產生那種狀況 喔 因為自然界沒有 幾乎沒有這種東西存在 你把它拉的特別遠 或是壓的特別近 就會發現 兩千步大概都不會收斂 因為 因為你這個狀態不合理 所以你鐵給進去了 結構 是什麼 啊你是用 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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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ALTEN SK吧 轉 弄成的結構 然後抓這個 轉到 轉到 是用 熱點吧 你是不是 嗯 有沒有提到思考 如果是鐵的話 它跟現在 我們做的硬物有沒有一樣 因為 有些東西 有磁性喔 你在模擬的時候 如果沒有加 評估磁性 它就 不能重裂 喔 對 磁性就好 你看一下 Mercuse Cloud 我會自動幫你判斷 這個 這個元素有沒有磁性 有些東西 是用 太陽 是不一樣 是不一樣 是用 拍數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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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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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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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以上后应该会有 会有 蛤 换你选择 没有 好像有 没有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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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要到六月八號 對 那六月八號再交給我好了 這樣嗎 這個喔 改這個嗎 應該是我的CF檔 有問題 沒有你 你就是沒有選的 你下面在選 喔 對 你選 喔 我知道 你那個第二個要選 在選那個是第二名 在選擇 下面 對 我可以用這一圈 N-Spin 2 那我會給我磁性的2 Spin Type 1 N-Spin 2就表示考慮磁性 通常是金屬材料都會用N-Spin 2 如果你這個材料沒有Spin 你射2 它算出來沒有磁性就沒有磁性 那這個材料有磁性 你不給它2 它就沒辦法去磨磁性的東西 好 所以一律都適合 所以齁就直接給 好 就是會浪費一點時間 好 好 那 那還會加到什麼嗎 如果 硬檔 等一下這個Starding 如果有好幾個的話 這個是可以給好幾個 就是 就是 如果是 就是如果是 好多元出的話 它會不會出現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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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這個也是 它只有 80 是 因為沒有 它有加鐵 所以 好 可以的話 再看其他的 如果你的原始沒有病的話 不過通常技術材料都會考慮是病的 好 那我就 我就 再跑一次 然後 加 加這個 看會不會正常 因為有些材料 沒有 沒有磁性 但是一起來混在一起 它既然交物多會出現磁性出來 嗯 那你加這個磁性 你算這個單元度 它沒有磁性 它對穩定的波暗度就會讓你 沒有一個磁性的狀態 但是你混在一起 它去描述磁性 它最後 突然有 表示這個 會造成 會有磁性 會有磁性 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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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看吧 好